無鹽地干 心直創不斷 無盡的勇氣 無窮的鬥志 永存不變 繁榮共創 恰苦 永不倦 龍蕊的貢獻 能存得更遠 國費一天 在九龍站的地標 當然在說海旋門 新鴻基的傑作 其實海旋門為何這麼出名呢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戶型 當中有一些大閘門 至尊門 頂四 這些分別是2,800呎 1,900呎 如果說海旋門四房 向正南望著維港煙花海景的最小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1200呎 我們叫頂四對落的戶型 這個是稀有海旋門裡面的四房單位 而是低於一個小目標的價錢 我上一次看這個戶型已經在說七年前 今次參觀這個1200呎的小四房單位 見到客飯廳非常分明 長方形 好擺位 這裡是大門口為止 我們先帶女士看看廚房 這個廚房是保留了新鴻基一手的時候的一個廚房 下手買家是必須要重新再裝修過 不過你看到兩面工作台面空間感很足夠 也有通風窗 那邊裡面是工人房部分 帶你參觀一下睡眠區 首先麻煩攝影師看一看客位 哇 都是一手新鴻基的裝修 要重新做過 我們第一間客房 第二間客房 其實三個字 維港海 廳房同向 好 我們參觀一下小套房 首先帶大家看一看 空間OK的這個小套房 雖然這個不是煙花海 不過都是看到西環那邊海 看到上環都非常之開闊 最後參觀住窩 這個住窩空間我覺得不錯的 首先看一下客位 哇 真的很舊 我覺得 但是都有浴缸 有淋浴間 OK的空間 最重要是有窗 明次設計 我們看看睡眠區 其實又是維港海 L型轉角窗 我們買海船門的人 最喜歡就是那個點 其實你下面就已經是高鐵站 跟著前面有海港城 OK 西九文化區就在你腳下 其實很多寶寶會問 其實前面西九文化區到底會戲幾高 其實很簡單 你看到戲曲中心 看到M加博物館 其實全部是有高度限制的 所以我們現在身處這個樓層 是絕對絕對絕對不用擔心會受到遮擋的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喂 你們啊 我是小花花的老婆 今天又有努力工作了 其實很多客戶跟米高來看九龍站 他們看完很喜歡點 很方便 景觀真的很美 但是內海有個事實 硬傷就是接近20年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研究 又要向南 又要看到煙花海景 其實那邊有一個啟德跑道區 在9月將會有一個全新的項目 臨海 OK 到時米高將會率先上樓 現場拍片給大家看 但是如果是忠實米粉的話 我可以安排一個VVVVVIP 率先給你上延樓感受一個臨海的震撼 其實已經完成了拍攝了 不過我就是專程繼續留在這裡 我務求等再夜些 給你欣賞一下這個維港海景 夜晚的景況是多麼催殘